每天都要珍惜自己有得練球 原來這件事都可能是無故失去 當然我是上席的 但如果球隊真的不再繼續去 可能我隨時會把他 很多人說你們踢球玩而已 那就停了 很正常 我想他們不太明白 一個職業球員是甚麼情況 沒有練多久 體能會倒下去 跌多少 球員靠這裡開飯 這樣想 除了我們全職踢球的班 教球的班 同樣地都是生計有問題 令到其實整個足球業 我覺得是突然間是向下了 草場很容易 球都貼著地去 但現在她就會彈一彈 但我有另一方面想 如果這塊地都踢到的話 那土地就不會踢到很大的 其實都差得遠的 你平時練的體能和下場的體能是差很遠的 下場又要扣平 又要碰撞 有很多突發事情 基本上自己練是無所謂的 六點半開始起床 大約七點半回來這裡做健身 八點半到樓下練球 到十點多 一點至三點的時間都是讀書 要上課 三點四點打後 因為我和朋友有搞小生意 就做公司的事 當早點成熟 早點碰其他行業的事 足球員的生涯很短暫 都要想定之後的路是怎樣 其實每場球我們都做很多功課 找多一點 找多一點 找少 雖然一場球一定是講不完的 其實我可以看幾年前的球的資料裏面都有 可能一百年 譬如今天這場球 我都看很多 我會上網搜尋他們的新聞 即近課 可能是上場球提完點 看上場比賽 去看不同的資料 找適合的新聞 都試一去 跟觀眾說回 讓大家知道 更新的資訊 很多人都會說 為何不專心做運動員 但你也想起我們 37歲 我們都要想一下 之後的路是怎樣走的 我經常都說 做足球員 為何我不試一下足球意外的東西 有時在香港一個很特別的例子 就是你做運動員 要跟家人交代 家長他需要運動 去入一間好友課 入了家後就用心讀書 中間就沒有了一節球員 就是這樣出現一個斷層 未有疫情之前 很多家長都是這樣想 有疫情更加不用想 踢那班自己也想不踢 何況還未踢過那班人 可惜的 香港做運動員是一個很難的選擇 我想他們選擇得香港做足球員 其實他們都放下了很多東西 捨棄了很多東西 另一方面我覺得要給他們一點掌聲 不是個人可以這麼能屈能伸 你給別人看 我可以踢一下好球 就進掌聲 日底下一扭 一轉就變成一個送外賣 我覺得是要一個調節到心態 即使他們外面找一份工作 可能都有一個穩定收入 但他們都堅持早上踢球 練球 下午就上班為生 都是向著一個自己的夢想去堅持 都很欣賞 我身邊認識的球員 他們可能很久都得不到一個機會 但在疫情下都繼續不會入訓練 他們很渴求一個機會 見到他們這麼堅持 不讓我自己都被他們感染了 期待啊 很期待啊 即是早上 早上還沒睡醒 去到球場 一落到球場 很精神的感覺 很掛念 是的 頂著 沒有 是頂著的 真的 你不頂著 你不斷放鬆一下 可能你即是轉了行 沒辦法的 你香港足球的感覺就是這樣 你真的靠運動員的意志頂著 否則死定了 極度 消除 榮 學 商 說 攝影